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3年9月4日 今天是星期一 來到星期一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時事 我們今天比較多就是 跟中國大陸有關的話題 上一節我們跟大家說這個內地 的五毛小粉紅又借點熱 落香港喝喝吃吃 跟著又來搞事 確實 很持平地說 在香港吃雞絲粉皮 四十多元 只有那一碟 的確真的挺貴 但是 人家餐廳也有經營成本的 人家 租了一個店鋪 在銅鑼灣 百德申街 是貴價高檔的餐廳 一定是收回顧客的錢 這個肯定 是沒有任何爭議的問題 你去到一間 開在貴價地段的餐廳 餐廳把租金裝修成本 轉嫁給消費者 是一向也會發生的事 如果 去到街邊 一個普通的店鋪 收你四十多元 然後作出投訴 我還覺得合理一點 其實事件反映 這個叫做中國大陸 內地有很多人 不是全部 不過真的有很多 多到 令人覺得很恐怖 就是有大量的人 其實真的叫做 極度是玻璃心 所以兩節都可以緊扣擺在一起 因為這一節 不單止 中國內地有大量的玻璃心 更加離譜的是 中國大陸 甚至乎要立法禁止 傷害民族感情的行為 這個民族 實在是太恐怖了 居然要用法例 去保障他們的感情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升旗易新聞集團 我們由於受到政治打壓 所以我們兩個頻道 都被YouTube停止了我們的盈利模式 即是說我們本台一直 的免費模式無法使用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把部分的節目放在Patreon 裏面做獨家 希望各位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從昨天開始應該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匯豐 進一步 封鎖 訂閱Patreon的人 據悉很多channel 很多黃媒 也有發現這個問題 就是用香港的匯豐銀行信用卡 訂閱Patreon 全部 都被取消 敬請大家留意一下 有幾個方法 當然最簡單 第一就是不要用匯豐的信用卡 第二 就是改為用PayPal 支付 應該會沒有問題 以我們現在所知 就是匯豐 故意在生事 他們繼續覺得只要 是把那些 反對派 黃媒 捏住 他們的收入 這樣就沒有人跟他們對抗 真的不好意思 雖然YouTube 停止了我們盈利 就是一段時間 我們基本上 一天都沒有停止過 我們還是 繼續 跟大家詳細說 請大家留意 到底有沒有給匯豐卡登出 今天就是要休息了 因為今天 有事情要做 早起床 今天早食一節 明天跟大家繼續有Patreon節目 我們回來了 研究就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為了避免傷害中華民族感情 居然 推出新法律 中國大陸 最近 人大的網站就公佈了最新 中國大陸的法例 中國大陸不斷推出新的法例 這次這個法例 是叫做治安管理處罰法 跟著 跟香港一樣 修訂 原因是因為 原本治安管理處罰法本身已經有這個法例 現在 又說要修改 但是 裏面 內容相當誇張 令人 非常之驚訝 原因 就是這個治安管理處罰法 裏面居然新增了 第34條 就是法規 居然法律明文規定 規定限制 就是穿著有損中華民族精神 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 以及標誌 那就麻煩了 原來穿件衣服也不行 原來穿件衣服 最恐怖的那件事 是你說傷害的時候就傷害 你說沒有傷害就沒有傷害 那就麻煩了 如果穿件衣服 上面有個logo 寫著like 穿著一雙鞋子 穿like波鞋 有沒有損害 中華民族精神 傷害中華民族感情呢 你不知道 其實最恐怖 中國大陸有法律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 法律的解釋在中國共產黨手上 他喜歡說 有傷害的時候就有傷害 沒有傷害呢 他又說沒有傷害 這個還不是叫做 玻璃心是甚麼呢 他喜歡 他喜歡 何時碎 都是由中國共產黨決定 所以 時大時勢 彈出彈入 總之 你說觸碰就觸碰 所以才叫做玻璃心 也不知道你的心是何時粉碎 所以這個 又被網民爺語他根本就叫做玻璃心法律 這個玻璃心法律也是 制止製作 傳播 宣揚 散播 有損中華民族感情 他真是寫中華民族 沒有定義哪些為止中華民族 真是 越來越恐怖 中國共產黨不單止 將所有 他控制的人 全部被迫要叫做中國人 中共叫的中國人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國民 其實中國人 絕對 是可以解禁其他地方的人 現在不單止 立了這個叫做中國人的定義 再立了中華民族 現在還有中華民族精神 中華民族感情 那樣東西 他說了就說 有很多人就是非常擔心 因為中國大陸 其實有很多人就喜歡玩Cosplay 即是叫做角色扮演 其實國內也受到 日本文化影響 有很多國內人 是看日本的動畫 漫畫 所以中國大陸為甚麼有那麼多年青人喜歡去日本旅行 其實 是中國內地本身 即使中國共產黨經常宣傳 跟日本的仇恨 但是內地其實有很多人 也都嚮往這個日本文化 所以 做了一個這樣的法例 就有很多人去質疑 這就是 不單止Cosplay也不行了 可能真的吃日本餐也不行 拿著日本牌子也不行 日本動漫角色也不行 喜歡日本文化也不行 什麼時候駕駛日本車也不行了 是不是要把Toyota Honda 日產那些車全部要燒毀 全部要駕駛比亞迪 麻煩你第一時間 對付了這個 iPhone 中國大陸 的人 其實崇洋 崇日的情況 也是相當之嚴重 他們絕對不會跟你買比亞迪 他們只是會買 Benz 寶馬 日產 BMW Tesla 手機 手機用iPhone Galaxy 他們真的不會買華為 買手袋 名牌子 不用說了 國內人就是等於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亂用LV LV 差不多一拿著 就令人 以為你是國內人 所以 因為太多內地人 喜歡用LV iPhone也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買了這些牌子 全部是外國牌子了 你什麼時候說這些是精神鴉片 你一說精神鴉片 打個遊戲也不行 這就叫傷害感情了 什麼時候把剛才上述所說的全部 全部 消毀 乖乖地回去用 給阿迪 你說這個民族感情多麼脆弱 如果真的要跟他們計較的時候 其實現在就叫做修訂法例 然後就是給習近平 用來把每一個牌子 全部找個理由 跟這次 日本 排核廢水是一樣 隨便找個議題出來 官媒 開動國家機器講足一個星期 然後 就要全民 唾棄 在國內的朋友就要小心了 如果你駕駛的車 是這個 日本車真的要小心 隨時被暴徒 拆毀 中國大陸 之前也試過很多 公安帶隊去吃日本餐廳 吃完飯就不給錢 還要現場破壞 上一次反美的時候 人們要帶斧頭去吃KFC 因為怕被愛國暴徒來襲擊 還要上載 上網 誰不要命就來 最無恥 就是有內地五毛拿著iPhone衝進去KFC 是罵人吃KFC 而吃KFC的人就是指著他的iPhone 還用iPhone 他們真的是夠膽做得出的 所以 大家真的細心留意 中國大陸 不斷地被一個獨裁者 將他們 的生活不斷惡化 將他們原本有的權利 本來也很有限 再不斷收縮 其實真的有一個因果關係 所以 中國大陸 坦白說我們不樂觀 就算 你不想有很大的傷亡 中國大陸如果不是很大件事 基本上你也很難 會覺得政權 會倒台 即是說代價 人命代價估計 是會很大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裏